欢迎来到硅谷早知道第二季,我是徐涛,您在硅谷的特拍记者。 这个世界飞速变化,那就请您借助我的采访来和全球创新第一时间同步。 今天我们的话题是,跟着硅谷VC到美国南部去。 今天和我们坐在一起的是蓝雪照,他是硅谷Basics Adventure的创始合伙人, 曾经为Jobbox组建投资并购团队,也曾经在麦肯锡工作。 还曾经创立过初创公司,并成功地被大公司给收购。 哈喽雪照,欢迎做客硅谷早知道。 谢谢大家,今天很高兴来到这里。 其实雪照做客我们硅谷早知道已经好几次了。 是的。 上一次我们坐在这里的时候是聊了一下硅谷VC受到一个民主党议员的邀请, 然后去了秀代一带去做了一些算是怎么是访问, 然后跟当地的一些机构和创业公司都聊了一下。 然后当时就是行程之后,纽约时报是出来了一篇非常耸人听闻的标题, 说硅谷要完,就差不多这个意思。 所以当时这个行程结束之后,你们会有一些后续的在那边的投资吗? 有的,当时行程结束了以后,大家都非常激动, 因为其实去比如说底特律啊,然后克林文这些地方, 大家没有想象是说能够看到特别不一样的东西。 其实我们去的时候看到的东西,上次也说过给大家一个非常大的惊喜, 很多人就说可能有的人是开玩笑的, 可能就认真的我们要搬到底特律去住了。 很多VC呢,就觉得其实那边是可以,有很多项目是可以投资的, 比如说现在自动驾驶是一个很热的方向, 那底特律又是汽车城,那边有很好的这个regulation, 可以去做一些自动驾驶的公司。 那所以有些VC就在那边开始看一些项目。 我们在Cleveland投了一个项目, 它是一个自动的焊接机器人。 哦,焊接机器人。 焊接机器人,对。 焊接这个事情其实是非常需要很多年的训练才能去做焊接。 焊接工是一个其实挺难的一个工种, 所以在美国尤其是现在工人非常难找的情况下, 这个行业有非常大的缺口。 所以呢,在那边Cleveland因为工厂很多, 所以那边的创始人他们就看到了这方面的一些机会, 所以做了一个自动焊接的机器人出来, 帮助工厂去做一些焊接的活。 上一次受人瞩目的这次行程之后, 其实在上个月又有一次行程, 然后也是一堆的投资人, 而且其实也是会有一些议员啊政客之类的一块, 但你们这次去的是美国的南部。 对,美国南部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熟悉, 美国南部其实是历史上黑人比较集中的地方。 去了三个城市, Charlotte, Columbia, South Carolina, 还有Atlanta, 这三个城市黑人比例都在30%到50%之间吧。 Atlanta其实有比50%还要多的黑人, 那Charlotte和Columbia可能有30%到40%的黑人。 所以我们去看了很多, 美国叫Historically Black University, 就是历史上黑人镇多数的学校, 然后看了很多当地的这些创始人, 然后当地的VC, 非常有帮助, 非常大开眼界吧。 当时你在出发之前, 因为你已经有过一次行程了, 你会有些什么预期之类的吗? 当时因为去底特律这个行程, 秀戴那个行程之前, 我脑子里的底特律和那个当时去的是看起来完全不一样的, 其实我这次行程去的时候, 我也想肯定是有各方面的惊喜吧, 但是我不知道这些惊喜是什么, 其实没有想太多, 有必须是怎么样, 我的一个预期就是当地肯定是有非常有特色的这些创始人, 所以我的一个预期就是我想找到这些有特色的创始人, 然后跟他们聊一下, 然后了解一下当地他们都是在想什么样的问题, 然后想什么样的公司。 然后这次的行程跟上一次参与的人是有一些不一样的是吗? 对,不太一样, 这次其实更多的是一些基金的创始人去, 上一次也是基金的这些partners合伙人, 但这次创始人偏多, 因为这样我觉得可能组织者考虑就是创始人可能直接就说, OK, 我可以在南边开一个分公司, 或者去做一些比较大的一些决定, 可能马上就做, 可能行动就会其实更快, 上次那个已经行动很快了, 我们去那个trip反了以后, 很快这个founders fund它里面一个partner就还有和几个其他的VC, 他们就成立了另外一个基金, 就专门去投袖带的基金叫combat capital, 然后我们也去克里本投了公司, 我们还有一个公司也在Indiana South Bend去开了一个分公司, 这次因为去的都是基金的创始人, 所以我预计行动可能会更快。 那这些创始人也都是硅谷比较大牌的那些VC吗? 对,都是比较一线的VC吧, 有的是比较大的fund, 有的是比较小的fund, 比如说Google Ventures, GV有去, 然后First Round, 那个是美国一个很有名的early stage, 投early stage一个基金, 他这个fundpartner是在这个trip上, 然后还有一些比较小的, 就是比较新的fund, 像我们还有一些像Hustle Fund, Combine, VC, 都是一些新进的, 比如Facebook早期员工啊, Dropbox早期员工啊, 出来做的基金。 政客之类的有哪些人参与, 还是像上次一样吗? 对,政客有上次的Tim Ryan, 他是国会议员, Ohio的国会议员, 还有Rocana是硅谷国会议员, 然后这回有一个国会议员, 他是South Carolina的国会议员, Clineburn, OK, 对,非常, 就南卡罗来纳州的议员, 对, 非常有名的一个国会议员, 他其实是top ranked, 我们听他讲故事都觉得非常有意思, 他很多这个, 很多stories, 对,政客就是要讲故事, 讲故事讲得很好听, 我是听说还有另外一个是处于政客跟商人两种身份的, 但是我估计很多人也都知道他, 对, Mike Bloomberg, 他从纽约当天飞过去, 他在Columbia, South Carolina, 跟我们见面的, 他是美国纽约前市长, 然后是一个multiplineer, 他有可能是参加2020年的竞选, 美国总统竞选, 大家都期待他, 都已经觉得他要去参加2020年的美国总统竞选, 但他还没有自己去officially去announce, 但他最重要的可能一个身份, 他是彭博的创始人, 对, 有一个媒体巨头的创始, 对, Bloomberg创始人, 对, 他现在还是蛮引人关注的, 我估计很多民主党的人, 都还蛮期望他进入竞选的这个日程的, 对, 他其实是美国两党都比较喜欢的一个candidate, 他其实算是民主党里面, 稍微相对来说比较保守的一个民主党成员, 所以, 无论是民主党和共和党都对他比较喜欢, 所以你们这次是一个三天的行程, 大概三四天吧, 对, 然后几乎是每一天在南部的一个城市, 第一天是如果翻译过来就是夏洛特, 然后第二天是在哥伦比亚, 对, 然后第三天是在亚特兰大, 要按照时间顺序吧, 夏洛特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 为什么那会有很多的可能也许投资的机会, 对, 夏洛特即使是一个美国挺小的城市, 也是历史上黑人比较多的城市, 它那边有很多这种fintech公司, 金融的公司, 尤其是一些大的公司, 银行啊, 或者是保险公司, 有一些healthcare公司, 那边呢, 也现在是越来越多的有这些工厂, 其实那个当时我们去跟他们谈的时候, 是有中国的工厂, 现在也去搬到Charlotte, 去在那边运行, 让他们非常欢迎中国工厂呀, 外资呀, 移到他们那个里面去做工, 我看到一个数据是说, 那是相当于是美国的第二大的银行所在的城市, 对, 什么美国银行, 还有什么银行来着, 总部是在那儿的, 对, 它是美国可能涨得最快的前三吧, 第三的城市, 然后银行这方面尤其是发展的比较快, 有这些, 对我们来说呢, 如果有公司想去这个寻求一些银行的客户, 他们那边是一个很好的, 很好的地方,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金融科技的创业企业, 可能在那儿会是一个比较好的机会, Stardex有一个硅谷这边, Stardex其实各地都有, 是一个incubator, 比较有名incubator, 孵化器, 孵化器, 对, 他们在那边有一个分布, 所以他们那边有看一些很多公司, 所以你们跟当地的那个创业者去聊这个事情吗, 就比方说他们跟大银行打交道, 是不是比较容易啊, 还是比较难啊, 或者跟硅谷比较会怎么样这样子, 对, 其实跟银行打交道都很难, 硅谷这边也很难, 只是说那边他们银行比较多, 他们专门有一个program, 就是帮助这些初创公司的CEO, 去建立和银行的关系, 他们已经跟这个银行关系已经挺好的了, 所以他们帮助他们去更深地建立这种关系, 这种program对创业者是非常有帮助的, 所以他们可以比较集中的去做这件事情, 这是他们的一个优势, 在硅谷也有基金去做这个事情, 但是他们里面离得比较近, 而且那是他们很明显的优势, 所以他们可以做这个。 我看到报道是说在那个夏洛特这一站的时候, 还有像美国银行啊, 或还有其他银行的前CEO有参与是吗? 对, 他们都有参与, 我们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 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到, 大家的这个起点和这个perspective都是非常不一样的, 他们其实关心的问题, 很多时候是和我们关心问题就是完全不一样, 他们对技术是又向往又有点害怕, 然后又不知道怎么把已有的这些比较老的系统去换掉, 但银行嘛, 你要是换一个系统其实是非常难的事情。 那当地他的创业企业, 他的那些idea或者他的执行跟硅谷这边的会有重合的地方吗? 还是说就即使有重合其实也没有关系, 就是谁先拿到客户先坐着再说那种状态? 对重合是有的, 他们那边的一些公司其实很解决问题都类似, 他们那边会有自己一些unique insights, 他们会看到一些问题是硅谷这边公司可能没有那么容易看到的, 银行这个领域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相似, 那刚才说的焊接机器人就很不相似, 在硅谷这边我其实没有见过一个创始人士想去做一个焊接机器人, 就这种事就想都想不出来, 但银行这方面其实还是类似比较多的, 那就看他怎么能够先去获客, 其实银行这个行业如果你能拿到一个银行的单子, 其实很多银行都可以去拿了, 所以就是最先的一个银行怎么签一个单, 怎么能够让他们先付钱, 就是非常关键的, 那如果离的银行近的话那肯定就是有一些优势了。 所以在这一点上面其实那还是挺有优势的跟硅谷比起来。 那边有优势的一点就是银行多, 但是他们也有劣势的一点, 因为那边资金比较少, 硅谷的这些创业公司, 你要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fintech的startup, 很多投资人都会给你half a million, 其实不是什么大钱, 就是什么50万100万的。 对对对, 但是在北卡那边50万100万是很大的一个数字, 那边的投资人是比较保守的, 你必须得盈利, 你必须得有这个一个multiable, 然后我们才能去给你投钱, 那硅谷这边不是的, 你只要是我觉得你team非常强, 我就给你点钱, 这个事情是一个非常大的区别。 对于VCR而言, 是不是就是说看到内利既然有这样的机会, 所以如果你们投钱过去, 其实这是一个比较好的能够带来回报的一个事情? 也不一定, 因为这些公司有可能下游再去融钱没有那么容易, 因为大部分。 这不是一个生态的问题。 对, 他们如果能拿到天使轮或者是种子轮, 但是A轮B轮C轮D轮这个真的是不一定, 如果他们是想一直在北卡或者南卡做下去的话, 之后的这个钱没有那么容易拿, 除非这个business已经profitable。 或者就是搬到纽约, 或者是贵构。 也有可能, 但是搬到纽约的话又变得很贵, 然后他又得融特别多的钱, 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多创始公司都在一直不停地想的问题。 加州和纽约非常贵, 那怎么去balance, 在这个消费贵和这个, 贵但是钱也多, 你怎么样去花最少的钱, 但是又能拿最多的钱, 这是大家都想解决的问题, 但是其实都很难。 像绕口令一样, 花最少的钱拿到最多的钱。 如果你在加州可能是拿到最多的钱, 但是你要花钱就非常贵, 这边的这些租一个办公室就比那边贵了可能不知道十几倍。 你在当地已经看到一些, 比方说已经到了B轮或者C轮的这些创业公司了吗? 有, 在Charlotte没有看到, 但是在亚特兰大有一些公司。 亚特兰大是一个更大的城市。 对, 亚特兰大是一个其实已经比较成熟的一个startup ecosystem, 那边有很大的公司, 比如说Milchimp,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 就是那个发那个campaign, online campaign newsletter, 我现在做newsletter就用它的服务。 很多人就基本上大家去发一个newsletter都去用它的软件。 我一直以为它是个硅谷公司。 它是一个亚特兰大公司, 而且它从来都没有融过一分钱。 是吗? 没有融过这个VC的钱。 它是completely boost dropped in Atlanta。 这跟我完全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而且这家公司其实它的那个快速增长还成为一个课程, 很多创业者都有学过, 但它居然从来都没有拿过。 对, 它涨得非常快, 然后其实我不知道它之前融资是不是有一定的困难, 有可能刚才融资也有困难, 但后来其实它也就不需要融资了, 所以一直以来都没有融资。 那亚特兰它有一些这样的一些公司, 因为拿钱比较难, 所以公司就很快实现盈利, 然后再去expand, 这样和硅谷公司想法是不一样。 硅谷公司就是我先不管, 我先去涨, 涨得很快, 然后融钱就再说吧。 我们回过头来说我们第二个城市, 第二个城市是哥伦比亚, 然后它是一个南卡, 南卡罗兰娜州的, 它那个城市是什么样的特点? 这个城市可能比较有名的是, 有一些university, 有South Carolina State University, 有Claffin University, 然后是这个叫什么省会。 哦,它是南卡的省会, OK。 对,它是南卡省会, 所以City Hall是在克朗比亚。 我们去看了一下这两个学校, 然后有个学校Claffin University, 它是历史以来黑人比较多的学校, 然后这个学校是Open Admission, 就是你不需要考试, 谁都想听都可以, 这个其实在一个中国人脑子里面听来说, 都是比较难以想象, 因为中国大学都是要考试的嘛, 我们建立很多学生, 他们都非常的有这个grit, 都是特别非常坚毅的, 对,非常坚毅, 不停地在努力, 然后他们也想开公司, 有一个我们建立一个公司, 它是一个黑人开的, 他发现呢, 这个尤其是在黑人男人的这个population, 大家都不相信医生, 都不去医院去看病, 不相信医生, 对,不相信医生, 都不去医院去看病, 然后有一些身体上的问题, 都不去医院, 就自己解决, 这是他们黑人的社区内的一种文化吗? 他们可能就是对已有的这些医院就没有这个信任, 但是他们最信任的呢, 是他们的这个, 他们剪头发的这些barber, 作为一个非黑人亚洲人, 这个是我们完全不知道的, 是啊, 就相当于说我最信任我家楼下的Tony老师, 他们跟我说, 我说这个挺有意思的, 他们说, 我宁愿cheat on my wife, but I will not cheat on my barber, 对, 翻译一下就是, 我宁愿那个欺骗我老婆, 也不欺骗我的理发师, 他们就是一个人, 就必须得固定着去一个barber, 这个barber去弄他们的头发, 所以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意思, 他们这个公司呢, 就是帮助去这个黑人剪发, 但剪发同时呢, 去给他们去测量一些他们身体的各样指标, 其实就是你是在理发店是去做你的这个annual house check, 每年的体检, 我觉得这个是挺有意思的, 然后他们现在拿到了一些天使轮的投资, 还有一些种子的投资, 开始做这个事情, 这种公司呢, 就是比较少见的, 因为其实作为一个在硅谷的亚洲人, 这种东西我想都没有办法想, 怎么会知道这么非常不一样的一些insights, 而且这个也只能够是他们社区内部的人才会, 能够去做的事情, 对, 而且就是从他们那个立场上来讲, 这种货客其实非常容易的, 因为其实你就找到了这种小的barbershop, 然后去帮这些人去体检, 然后可以卖给这个insurance company, 保险公司, 保险公司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盈利模式, 所以他们已经开始盈利了吗? 他们好像已经盈利了, 他们是种子轮, 他们好像是种子轮, 对, 但他们的那个可扩张的地方, 可能就只是在南部的这些地方, 全美国的黑人吧, 其他地方的黑人也是这样吗? 据说他们都是, 这就是非常一个因为文化传统产生出来的一个机会, 对, 对, 在那个, 你刚刚也有提到布伦伯格, 就是前纽约市长, 他是就花了一天时间, 但是选了那个Clanbya, 哥伦比亚这个城市, 那这个是有特殊的人吗? 之类的吗? 我们当时是在一个incubator, 一个孵化器里面看一些公司, 他当时就, 我觉得应该是他时间上比较方便吧, 因为他非常忙, 他直接做自己的专辑从纽约飞过来, 然后当前又要回到纽约去参加一个晚宴, 所以他可能是比较, 那个时间上比较合适, Clanbya又是一个州府, 所以那边可能政客更多一点, 就三个国会的议员都在那边和我们一起见他, 所以基本上也是想要传递一个信息, 类似于振兴南部经济之类的, 所以其实Clanbya给你留下深刻的影响, 基本上就是黑人文化所诞生出来的商业机会, 黑人文化, 当地的文化, 还有一些当地的这些创业者, 非常的persistent, 非常gritty, 我觉得这个印象是比较深的, 就非常的坚持, 因为感觉硅谷的创业者, 其实也蛮坚持的, 中国的创业者也蛮坚持的, 对不对? 中国跨业者非常坚持。 对, 所以你刚刚说的坚持, 跟这两个地方比, 他们是什么样的特点? 我觉得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 那种坚持呢, 是你每天可能都没有饭吃, 你要吃方便面, 你还要去坚持。 你说南部的, 对, 南部一些创业者, 他们是没有什么资源的这种坚持, 有几个创业者我们见到, 他们是single mother, single parent, 单亲妈妈, 单亲妈妈, 你要自己照顾自己的孩子, 还要去坚持,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难的, 硅谷的创业者他们也坚持, 他们拿钱其实挺容易的, 尤其是你如果背景挺强的, 挺聪明的人, 其实拿钱没有那么难, 中国现在资金也很多。 就这种, 因为你刚刚说的吃泡面, 其实他们是想要作为一个谋生的, 小生意来做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是吗? 有的是这样的, 其实有很多服务相关的一些行业, 因为其实他们在这些, 比如说Clafton University, 他们毕业出来, 你说找一个去高盛去实习的机会, 其实没有在硅谷你去斯坦福大学, 念完了以后机会这么高, 所以他们很多人, 其实谋生是第一的, 那谋生很多, 有些人是做一些比较, 当地人都做的一些工作吧, 但是有的人就不甘心做这个, 想自己做一些跟不一样的公司, 然后有一些呢, 他们其实在网上看很多, 关于startup, 关于venture的这些信息, 所以他们逐渐也明白这个怎么去做公司, 他们也逐渐去做这样的事情。 然后亚特兰大其实是你们的最后一站, 但这一站可能应该就是生态环境, 你刚刚提的非常非常完善的一个地方, 你简单介绍一下亚特兰大是怎么样一个城市吧? 对, 亚特兰大是美国非常大的一个城市, 在美国南部, 它很多大的公司都在这儿, 比如说可口可乐呀, 比如说Delta Airline, 达美航空, 对, 它其实是美国的一个logistic和supply chain, 物流的一个中心, 亚特兰大附近呢, 有很多物流的公司, 已经非常大了, 然后有一些小型的公司, 也在做一些创新出来, 当地政府呢, 对创新也非常支持, 我们去参观了当地的一些比较有名的投资人, 或者是一些孵化器, 他们也都是花很多精力去建这些infrastructure, 我估计可能大家对亚特兰大有印象, 是因为亚特兰大有承办过那个奥运会, 对, 是吧, 亚特兰大奥运会, 所以能够承办一个奥运会, 其实它的城市规模本身就不小, 非常大, 然后它的历史又很悠久, 它在南北战争的时候, 其实就是一个交通枢纽的地方, 然后成为了一个还挺战略的要地, 包括修建铁路的时候, 就算是一个铁路枢纽, 所以这种地理位置以及交通的便利, 也就决定了它从那个时候开始, 其实就是一个经济还不错的城市, 就只是现在可能风头没有像之前那么强劲吧, 对, 他们那边其实人才也很多, 一个是物流的中心, 一个人才很多, 那边很有名的学校叫Georgia Tech, 乔治亚理工, 对, 是美国前几名的一些理工学校吧, 可能就是Caltech, MIT, Georgia Tech, 都是非常有名的学校, 很多人才都在那边, 其实像我们投人工智能的这些基金, 是非常喜欢那边的技术性的人才, 还有就是, 其实那边的中国人也是挺多的, 很多这个学生去那边读博士啊, 或者是这个工程师去这些大公司做工程师啊, 也是非常普遍, 那边其实中餐比其他的那两个城市要好太多了, 都是吧, 对, 对, 我估计他对那个周边的吸引, 就不光光是在乔治亚州这个的人才有吸引效应, 他对周边的好几个州都有吸引效应, 就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南卡罗来纳州, 北卡罗来纳州, 因为当时我大概是五年前去做一个说美国制造业, 开始南迁, 然后到北卡南卡这些地方, 包括中国的制造业也到北卡南卡的时候, 我去做采访, 当地的中国学生就会跟我说他周末会跑到亚特兰大, 说这儿是很村的地方, 很大农村, 但是亚特兰大是个大都市, 然后就是想要去大都市, 要进个城, 就一般都去了亚特兰大, 所以就可见一般, 他们很多人毕业之后, 也会选择去亚特兰大就业, 对, 亚特兰大是很有名的一个大城市, 其实就在像中国说起来, 比如说天津啊, 其实亚特兰大我觉得像美国的天津, 有些类似吧, 或者是成都, 重庆, 就可能重庆更好, 因为它是在南方, 但是比较工业, 重工业的那个大城市, 刚刚有提到说, 其实它的创业的氛围已经还是比较浓了, 是什么时候开始慢慢的已经形成这种生态的, 我觉得它这个生态其实一直都有向上的趋势, 那近几年越来越多的VC注意到那个方向, 然后又有一些比较成功的创业者, 他们出来也当成天使去投这个当地的ecosystem, 我们建了一个比较有名天使叫Paul Judge, 就很多公司那边都是他投的, 所以有这个越来越多的叫Super Angels和一些早期的投资, 那这个整个ecosystem就起来了, 它的创业成功的就是在亚特兰大是吗? 对, 它自己有两个公司, 有两三个公司成功都在亚特兰大, 至少第一个卖了可能有a few hundred million dollars, 然后自己就变成投资人去投这些公司, 还有一个公司大家可能听过叫Ik Yak, 哦, 我知道是一个社交网络的, 对, 后来这公司其实卖的价钱比较低, 但是有一段时间是非常有名的涨得很大, 我以为它也在硅谷呢, 没有, 也是在这, Ik Yak是亚特兰大的一个, 就是大家知道比较多的一个公司, 因为它是做Social, Teenager Social Network, 这样的话传得比较快, 对, 说到那个Teenager Social Network, 可能要说亚特兰大也是一个特别嘻哈, 嘻哈文化的起源地, 像什么中国是一般怎么说的, 它也好像就是叫肯爷是吗? 50%的黑人, 嘻哈肯定就是比较康业West, 嘻哈肯定就是是一个集中地了, 那边因为其实嘻哈就是黑人起源的嘛, 然后Jazz, 还有一些Martin Luther King, 一些比较有名的领导人, 那你会把它跟硅谷比较, 你觉得会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 以及还蛮特别的机会的? 我们做, 我们投资人工智能的一个方向就是物流, 物流其实是人工智能非常能够automate的一个方向, 那其实硅谷不是一个很好的物流投资的一个地方, 硅谷有很多公司在做这方面的事情, 但是呢亚特兰那边也有更多的公司, 因为他那边有很多大公司, 可以在这个帮助这些小公司去做得更好, 而且作为一个投资人去了解下大公司物流是怎么做的, 是一个非常对我们来说非常有帮助的一个事情吧, 所以物流这个方向对我们来讲, 第一呢是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大公司都是怎么做的, 那第二呢去找小公司的时候, 可以找一些就是不仅是硅谷, 而且是那边的一些公司去投资, 亚特兰是一个我们肯定要投资的地方了, 我们是至少是会花很多时间去看那边的公司, 去找那边的公司, 而且亚特兰可能就是跟前面两个城市不一样的地方, 是在他的可能产业分布也比较的多元化一些, 就像你刚刚说的有消费类的, 有物流类的, 也有制造业的, 有中工业的, 各种各样的, 对, 所以基本上就承担了一个中部的非常大型的, 有聚集效应的城市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对的, 而且我们投的大部分的是2B, 所以2B来说它有太多太多的客户和这些多元化的客户, 可以去学习, 可以去收钱, 可以帮助他们去做的更好, 做的更智能化, 那你跟把它跟硅谷比, 你会发现它其实生态系统当中可能还有哪些欠缺, 或者是有待发展的地方吗, 就是很重要的地方, 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有客户有这些成熟的一个系统, 第二个就是政府非常非常的支持, 很多都是, 就像硅谷一些孵化器, 你是要take这个startup equity, 比如说百分之百分之七的equity, 但那边有些孵化器它就完全是免费的, 那它怎么赚钱呢, 它就其实不是为了赚钱, 它就是让这些公司去起来, 第二是它们有些优势吧, 那这些好的公司它们也愿意去这些地方, 第三个呢, 它们人才方面, Georgia Tech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在那边去开公司, 可以有这些人才去加入公司去活动, 这些其实都是对它们有益的地方了, 那bottleneck有一点就是还是资金, 资金就是刚开始一些比较早期的资金还不错, 有当地一些andrels, 有些小的这些small funds, 那其实后期的资金, 就是PE之前growth stage和series ABC, 这方面的资金还是没有硅谷这么多, 还是比较紧缺的, 而且呢, 投资人看项目的这个方法也有点不太一样, 他们是希望公司去盈利, 希望公司去可以有一些不同的这个metrics, 需要他们去hit, 所以其实也是这次形成可能主办方希望的一点, 就引入更多的资金, 使得这个生态系统可以run起来, 滚动起来, 对, 其实硅谷这边基金是越做越大, 像很大的基金都有几个billion, 其实这些基金去硅谷之外投资的话, 觉得这个项目要比硅谷项目要便宜很多, 所以其实机会是很好的, 但是投资人想的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怎么身在硅谷, 我们怎么能够去第一, 知道这个公司是当地最好的公司, 因为我们离的还是很远, 怎么去做diligence, 怎么知道, 那第二呢, 如果公司有了问题, 我们怎么去support这个公司, 我们怎么去帮助他, 毕竟还是有一个范围的, 现在我们投公司的这个CEO, 如果有问题直接晚上给我打电话, 或者第二天可能叫我office来, 我们就可以去谈去解决问题, 那如果是在亚特兰娜的话, 那他们还要飞过来, 就是时间上可能就是没有那么方便, 有这两个问题, 其实投资人考虑的比较多, 但是也许可以用的一种方法, 就是在当地找人才, 就像中国的投资人, 想要在硅谷投资的时候, 也会采用这种办法, 是吧? 对, 当地找人才是一个方法, 其实找人才永远都是比较难的, 如果能找到人才的话, 那是最好的, 那其实我觉得我们在找不到人才的, 就是不需要找人才情况下, 也可以投到好的公司, 这样是最好的, 可以怎么去利用当地的一些资源, 可以帮他们找到一些当地的, 他们可以相信的一些, 和我们一起投资投资的人, 或者是当地的一些资源, 这样能够帮助他们, 我觉得这样是最好的, 所以你现在就是在找当地的资源, 能够联合起来, 我觉得这回我们去了以后, 去了是已经见了当地很多, 我们想要一起合作的资源, 我觉得他们都是非常愿意合作的, 所以我现在已经开始进行在那边, 看有什么好的公司可以投啊, 怎么一起合作啊, 现在已经开始进行了, 我还没有找到, 还没有投, 还没有找到, 但是这已经开始了, 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有趣的趋势, 就也许那个五年前十年前, 硅谷显示出来是一种聚集效应, 把钱给聚集到这儿, 人才聚集到这儿, 然后各种各样的资源都聚集到这儿, 但现在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溢出的效应, 就刚开始的时候可能是一种知识上的, 就随着网, 你刚刚说的有些人会从网络上, 去看那些创业的这些的课程, 然后有一种创业的mindset, 决定自己要创业, 然后之后就开始有这种incubator, 甚至是政客开始也有这种想法, 然后现在硅谷的钱, 硅谷的投资人也开始溢出到外面去, 所以刚开始可能之前美国人都会去苛责硅谷, 但现在他们又希望硅谷承担一个救星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对, 大家很多人都说硅谷模式, 硅谷模式是怎么样的, 在硅谷很显然是有个很成功的模式, 这边有很多很多特别成功的公司, 那怎么能够把这种模式能够复制到其他的地方, 尤其是这些非常有潜力的地方, 其实现在是这个大家谈论的很多的一些一个话题, 因为硅谷, 一方面是硅谷这面东西越来越贵, 其实对年轻来说没有办法在这儿再生存了, 那另一方面呢, 就是外面有很多机会去复制这种模式, 所以现在很多头的人政客都在找, 怎么能够去建设更多的硅谷, 把这个财富能够跟大家平均一下, 不是说贫富差异这么大, 然后怎么能让更多的人去享受这些好处, 能够去激励更多年轻人去做他们想做的事情。 那你们开始有下一步的机会, 就我指这个tour这个行程, 会有想说下一次的这个行程会去哪儿吗? 有商量了吗? 有商量, 但是还没有公布。 所以也不方便说吗? 对, 上次反正在北部秋带参观完了很明显, 就是北部去一次要去一次南部, 那现在还在商量下一步要去哪儿。 OK, 说不定就是往西的南部再去一次。 不管是去哪儿肯定能学到很多东西, 我现在其实到此为止已经去了12个不同的城市了, 在美国跟各个地方, 觉得非常非常有帮助, 就非常开眼界了。 每次去美国或者去不同的国家, 其实每三个月回一次中国就是都学到很多的东西, 现在globalization是明显的一个趋势, 我觉得不去学习其他地方都在做什么, 是非常危险的。 对, 是这样, 所以我们也通过这次节目听了蓝雪照给我们介绍, 说美国可能发生的各种各样的机会以及趋势, 我觉得我们也是学到很多东西的。 谢谢。 那就期待下一次蓝雪照下一次tour之后, 行程之后能够接着跟我们分享。 好, 谢谢, 谢谢。 好的, 那非常感谢蓝雪照做客, 我们归故早知道。 好, 谢谢, 谢谢大家。 大家如果有什么想法或者评论, 请给我们留言, 或者在读者群中进行讨论。 加入读者群的方法是添加科兴电台的微信号, 由科兴电台小助手拉您入群, 微信号是科兴电台的拼音权拼, K-E-X-I-N-D-I-A-N-T-A-I, 如果觉得节目对您有启发, 也请转发给您一两位朋友们, 让他们也听到这道节目, 或者在您所使用的音频平台上给我们点赞, 打新, 这样都能够帮助更多的用户收听到我们。 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